导演只是让他俩说句顺口溜 谁知竟直接狂转一意 这俏皮话说的 考研两个字从此就变了意思 要说在拍摄疯狂的赛车时 导演本来没打算让 王双宝来演考研二人组 可没想到他的气质太流氓 穿上警服也不像个好人 这才让他们演了劫匪 谁知这俩人还挺妙性 就算是演坏人 也要演个专业 首先就是不能留下证据 白说不说 这手法一看就很专业 绝对能让部主放心 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考验可以不考 但一定要讲原则 好家伙这下原则这个词也变味了 可没想到就因为他俩太搞笑 眼弯弯黑老大的龙翔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连忙找到导演询问 让这么逗逼的人来演劫匪 会不会有点不靠谱 从外表到行为一点都不像啊 黄渤听完差点没笑死 赶紧给荣翔科普了一下 王双宝的辉煌战景 于是 看完了以后呢 我就不太敢走在这个 王双宝老师的前面 发表他走后面一棍打下 真人不可貌相 老祖宗说的话 确实是有道理啊 可谁知这边解决了荣翔 王双宝却真的惨了 从此只要观众看到他来的脸 就知道这次又不是杀好人 所以王双宝到底有没有演过好人啊 但凡王迅态度稍微好点 导演都没法让他来演四眼 这副搞笑的死样子 完全就是王迅的本色出演 当初在拍摄《疯狂的石头》时 王迅已经是川鼠小有名气的演员了 于是被推荐来剧组面试时 看到一群没咋见过的人 和破破烂烂的环境十分不满意 试戏的时候特别不认真 随便演两下就想走 我一脸的那种烦躁 谁知导演反而越看越喜欢 别人的嫌弃是演出来的 只有你小子的嫌弃是真的 这可太符合四眼的人设 于是二话不说就定下了王迅 还特意叮嘱千万不要变 只要能保持今天的状态就行 导演说王老师 你什么表演都不要加 就是上次你世系那个状态 这话一出王迅的脚趾 差点当场抠出两视一听 于是拍摄时啥都没想 愣是把世系时的感觉全找回来了 把四眼狗腿子的属性演绎得活灵活现 以至于后来在拍疯狂的赛车时 导演二话不说就又把王迅找来 只不过这次 他可就正经多了 穿上警服当警察不说 最后居然还把考研二人组给打了 不得不说 王迅这次属实时出现 谈见次没火之前到底有多离谱 真是啥活都敢见 这到底是哪个奇葩写出来的剧情 可没想到这还只是小场面 就算是谭见次爆谱之后 他也依旧不该搞笑男的本质 甚至还十分嚣张地表示 做自己做自己 谭见次 做自己 于是在拍摄你安全的时候 谭见次简直就是本色出演 公交车上被误认为失色狼 直接闹到警察局 导演大手一挥 吵架戏份让他们自由发挥 结果谭见次上来就是 好家伙你这话说的 对面的人没笑场是真专业 不过荣子山已经见怪不怪了 毕竟每天都要见识到这次样子 尤其是在拍摄 被绑匪追到无路可逃的那段时 谭见次更是放飞自我 导演就说了一句最后要不抓到 可谭见次直接戏精附体 非得当场表演一下 什么才叫正宗的变脸 大丈夫能去能生该认识时就认识 谭见次你是懂如何保护自己的 但你要不要回头瞅瞅 你都把荣子山给带成啥样了 难怪逼得他一个小孩子 最后都忍不住吐槽 就是老谭是个挺勇的人 但是我觉得老谭也是一个挺 挺挺幼稚的一个人吧